我们马上进行复活环节 Let's get it What 一有这个环节的时候 你有看到我有多嗨吗 对 我就已经说 OK It's on It's on It's over It's over 有请著名赛事主持人 廖博 好的 请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复活环节的比赛 首先我们两组同盟 将选出队员出场 进行我们的三轮比赛 每轮有一分钟的时间 但是 由刚才的积分原因 我们右手边五一超群 可以派出三位 而我们左手边 韩珠格只能选出两位选手 可以救回多少人 如果获胜的话 每位队长可以救回一个人 但是在这边的话 依然装置是全胜 所以这一轮的话是获胜 也没有复活名额 这边同样只能复活一位 那个时候我只想说 我要捞人 我要捞人 我一下失去四个人 我就去找小周了 然后我看小周说 无论如何 跟你去报仇 我算是两个人 你那边四个 韩根 我刚才是结盟的 这一定担心的 他都 一次淘汰四个人 你这怎么救 你这很难 那么现在两边联盟四位队长 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 选择你们出战的选手 我来我来告诉你 那边出谁吧 那边会有一个逼迫 会有一个叶音 我觉得这两个 所以我们这边是这样 我觉得这边 阿K要出来 要出一个 然后我们这边会选一个 去对叶音 我们当时 AC和小海两个选择 因为对面只出两个 等他们对面最后一个 说完之后 我们再去想 AC还是小海 其实你知道非常感谢 有这个结盟 因为结盟之后 因为前夕他那时候也没有输 所以他仍然可以这样扭 很开心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他们出两个B-boy 这边一个B-boy 他们有B-boy 他们已经出两个 COMBO跟建言了 建言 然后但是如果观众都看来看 当当当 一个女生跳HIPHOP 所有的女生会不会为这个女生加油 这是一个逻辑感 就是女生会 他是会一个反向出来的一步去 我觉得 那一边一定都是派男生的 那我这边的逻辑是派女生 观众大部分都是女生 女生出来 女性的力量很大 他们是会女生加油的 因为全部都男生 他一个女生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请我们刚刚被淘汰的选手 回到场内 那我们先由 武艺超群 公布我们 第一位出战的选手 阿K 我们的阿K 阿K获得我们这一次 SWAG榜单第一名 那我们的 韩珠格格 女战士 妍妍 妍妍 孟艺 好 由我们的武艺超群 公布我们第二位出战的选手 建言 建言 彤雍 韩珠格格的第二位 金晓根 那我们的武艺超群 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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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想想现场女孩偏多 我们觉得还是 AC比较适合 小龙说我们派一个女孩 但没想到她们会出让AC上 就这是我们真的没想到 挺吓人的 加油 加油 Go Down Go Battle 现在来决定我们的出战顺序 我们的武艺超群先出 现场所有观众 如果你想要看这场比较的话 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吧 CGRO Drop the beat 小龙时 CGRO Drop the beat Drop the beat 就这身后 是 CGRO Drop the beat 大 R L P P 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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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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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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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好 吴依孝群 白克 还有时间 还有三十点 天下来 每个身体都能拦着老的你 1 4 3 2 1 好 好